在众多的影片中 有些电影可以带给我们独特的体验和观影灵感 上面列举的五部电影 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穿著Prada的恶魔是一部时尚题材的喜剧片 该片通过描绘高级时尚杂志的工作和生活 向观众展示了时尚界的种种面貌和人物 观众可以从中看到时尚产业的发展和变迁 以及人们在这个行业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同时这部电影也揭示了人们对于时尚和品味的不同追求和价值观 《蜡手保姆》是一部动作喜剧片 这部电影以女保镖的保护任务为主线 穿插搞笑的情节和浪漫的爱情故事 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和不公 同时也能体验到女性所具有的坚强和勇气 《星际穿越》是一部科幻冒险片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太空探险家 在穿越宇宙中发现的奇异现象和挑战 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人类的求生意志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同时也能了解到科技对人类、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意义 《陌路狂花》是一部犯罪惊悚片 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位女性在一起犯下犯罪后逃亡的故事 该片揭示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所面临的不公和压力 同时也呈现了女性所具有的勇气和独立性 《星际少女》是一部日本动画片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年轻男子在神秘的世界中 与一位神隐少女的相遇和奇幻冒险 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人与自然的